国手教学如何打长交 你看他我戳一个的 我正常戳一个 他就说往前有一个 对他是他是在这样走的 然后童姐磕过来的球是在这停 他有个停顿以后他是这么在走的 你看吧所以说你们为啥见着长交 你们就懵呢 你们可能对主要大家吧 首先是啥 首先第一大家觉得 初初始的觉得什么 你们只是潜意识知道 我打的上拳的过来是下拳 下拳的过来是上拳 但是他轨迹跟正常戳球的下拳 他是不一样的 他是有点飘的 有些球 然后他的下拳轨迹 他就到这儿 感觉是受到了一点阻力 然后是往下直接往下掉的 所以为什么我将大家不要去瞄球呢 你要去瞄着球 拉这个球你就是合不上力 你怎么拉都合不上力 你就感觉戒不上力 你感觉老是够不着球 但是你要根据 你要首先你要看到他这个弧线走向了 他球到这儿 他往下了 那我可不可以用身体的位置 把它提前给补上 对吧 那我正常拉下拳 童姐你拿这边戳 我这得磕一下 对 那个如果说正常的下拳球啊 过来的球 他是走这个弧线 就是我稍微让开一点位的话 我直接往前借力 你要复个戳吧 这是反交球 你看 大家看 这个我稍微让一点 我这个位置是完全舒服的 完全合适的 你看 对 他这种弧线是这么在走 下拳 可能戳了转点 可能 哎 走的没有那么快 然后会稍微往下掉点 但是长脚如果一磕 尤其是偏短的球呢 他到这以后 他是这么走的 所以说你按照正常拉下拳的这种轨迹 你是拉不着球的 就是你发力这下是配碰着球 发力碰着球 那你肯定就下往吃旋转了 对吧 来 童姐 童姐搁一个 来 大家看啊 你要拉长脚 拉长脚是什么的 你看 这种球 你看 我要这么拉 你看 我出现什么球 我够不到了 所以说你看你们平时 老大爱磕你一下 你就懵 为啥懵 对 你不知道这个球 他轨迹 跟平时不一样 所以说大家记住 磕这个球 大家有一样什么 要身体多往前让一点 你看多往前让 你看 让他往我身体里跳 我这么去拉 我就合上了 我多往前让一点 我身体里跳 我身体把这个位置给补上 明白吧 就比按照下拳看 往身体里跳 你得让一下 往身体里跳 你看 你看我站的很近 好转呢 好转呢 对错 所以说大家知道 为什么你们打不了长交了吧 就是你们对这个球的轨迹 你们都没研究清楚 还是按照正常 反交错一些 你肯定拉不着 大家现在还是停留在表面 就是他过来上拳 我上拳 他过来是下拳 下拳过来上拳 但是你一定要研究这个球 他上拳 他也是飘飘忽忽的上拳 他不是我反交打不了上拳 下拳也是 双向队比较沉 然后他弧线走的不一样 所以说你把这个研究明白了 你用你的手上这种击球点 比如说我这击球点在这 我老去能通过他的轨迹 调好这个击球点 跟球跟弧线合上了 跟弧线合上了 那我就是能拉实 我手上就有调节的时间 但我老是拉不到球 老是够球 那你就没法调节 就是旋转这么强 对吧 哎 吃太成了 说话都感觉 上不来气 你这个也太生气了 你这样每天 你看 ves 还有都很快 是 你自己上次 再找到球 你中国还挺做的 你自己上次 我老是 你起步 我说 这就是相机 那你自己上次 我右手上牌 你ange 你自己上次 你以为 你自己上次 我看着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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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想看 这很Ы 你先看 然后你看完以后 你知道这球它的运行轨迹了 你再去用你的你的这种机球点 身体的能发生力的这个点 去找这个球 把脚的位置调好 来调他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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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时刻在调背 你看我脚为啥一直在动了 我得我得时刻找到他的位置 我得快第一时间赶紧去把位置找到